按照佛经去看这位法师 这位老师他符不符合佛法 千万不要说有人多 出名 所以归三宝最重要的是远离二知识 如果你去亲近 什么叫邪师呢 就是他内心 他不是要让你学佛的 他让你拜他的大部分都是这样 你认识我就好 甚至他对你有金钱大的要求 所以或者这位法师本身的脾气就不好 他都有自私的欲望 那这些你要小心 那最好的方法是 你亲近一个善知识 那你要再亲近别的善知识 是问这个善知识的意见 他跟你推荐那没问题 就像善财同志 文殊菩萨推荐他去见哪一个菩萨 那菩萨之所以这么做是对你有好处 对不对 就像爸爸爱你 希望你到那个地方去上班 因为可以对峙你的缺点 可以磨练你的特殊的能力 要求你这么做 那各位一定要 如果第五 一笔落实三赌掌 也就是说你去一个道场 或是就亲近一个修行者 你发觉你贪嗔痴都没有减低 烦恼越来越多 朋友也跟你讲 那你就这个人错了 一个有加持的人 就算你没有听他讲很多法 一个没有贪心的人现前 我们心中的贪心就会减低 这样了解吗 一个没有称慧心的人现前 你就不容易生气 所以善知识那个加持力很大 一个悲心的人现前 你就很容易生气悲心 所以佛法的殊胜 是超越语言文字的 而不是说我讲中文 你一定要听我讲中文 你就光 这样讲比较容易的 一个美女 管她是哪一国的 美就是美 给人的感觉就是好美 一个可爱的小孩子 不管哪一国的 可爱就是可爱 这是超越语言文字的 因为人都有直觉 所以如果会让你增加烦恼探生识的 你就先退一下 或是问问别人意见 毁坏三学诸作业 叫你不用持戒了 干嘛吃素呢 不用读什么经了 就不用戒定会了 一个人要解脱 一定要持戒 代表行为的约束 禅定代表心灵的约束 心里不要乱 智慧 然后慢慢看清楚真相 而不起探生痴 而发起悲心菩提心 但是如果这位老师 讲的方法不符合佛经 而且让我们分别性更强 让我们很骄傲 那你就不要去了 会毁坏我们戒定会的修行 辗转上师慈悲心 还批评别人 虽然我们是佛教 甚至法门不一样很多 但是千万不要去批评别人的宗教 对方在不圆满 我们也要包容他 慢慢回向给他 了解吗 你儿子做坏事 你不会 不要你这个儿子 对不对 你还是用各种方法引导他 但是如果二之四会告诉你 不要去那边 来我这边就好 你要加入帮派 我跟你讲 甚至像我很喜欢 带着大家放生 按照佛经 有很多事情 师父你不要拍我 为什么不要拍你 我怕被我师父看到 所以我来参加你的放生 所以我说 那我也知道 他那个师父一定是二之四 我很 我也不能跟他说 我只能跟他说 你要多给他 我都要多给他一些正面的 希望他有分能够了解 因为任何一个道场 都不应该去伤害到 哪怕是就算这个宗教 没那么圆满 也不能公开去批评 所以各位要小心 如果你看到一本书 告诉你 那个不对 那个不是佛说 那位法师有问题 只要他指名道姓了 你都不能接近 因为经典说 千万这个人再坏 你都不能指名道姓讲出来 说事重过 就是说这个人是在家出家 你只要一讲他的名字 他哪里错 你就犯菩萨仲介 因为你会没给他机会的 而且你要跟他结仇 你跟他结仇 就是舍弃对方 那不行 千万不要去跟对立 包括一个佛教徒 佛教徒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制度 我们永远要尊重 你不要去破坏这个国家的制度 个人有个人因缘 你身在不一样的国家 修行自由不自由 那是个人的因缘 但是你不要 不理这个 这个社会国家的风气习惯 制度 政治 这一点要了解 不然我们去伤害整个国家 对佛教 对任何宗教都没有帮助 所以如果清净二字式 就会变成这样 贪嗔痴增加 戒定慧的修学不圆满 持费心没有了 所以一定要远离恶游 第六 念一下 一笔若令恶见尽 功德犹如初月增 教主自身有爱众 以善事是佛子行 如果我们依止意味 一个道场 善知识 可以让我们不好的行为 习惯 慢慢断除掉 本来会生气 平常不会了 本来会杀生 现在不会了 而且我们修行的 智慧跟慈悲 让我们的功德 像月亮一样 从初一到初五 慢慢圆满 所以我想一个人 修行好不好 就看这个人的人格 思想 有没有越来越好 如果好 代表清净的是一个善法 善知识 善知识更重要的特点 是什么 教主自身有爱众 他不是利用信徒 利用信徒的钱 利用信徒的各种条件 来满足自己 真正的善知识是 他爱我们超过他自己 他宁可自己来受苦受难 他也不会去利用你 所以就像母亲爱儿子 宁可牺牲自己 希望儿子健康快乐 这个叫善知识 有爱心 有悲心 那这样 要去依止善知识 好 第七 自身人献生死欲 世间神奇谁能救 稀有难得佛法生 依三宝是佛子行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还在生死轮回 如果各位你只是学一个 这个世间人很有成就 他是个董事长 他是个出名的人 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毕竟他都还在生死轮回 所以世间的人 不是你绝对依止的 当然学习他的优点可以 但不是你生命依止的点 那现在的年轻人 他喜欢依止出名的人 影歌星 有钱人 这是世间的皈依 但是不究竟 因为他们自己 都还在生死轮回的状态 包括天上的神 神还在轮回 天道还在轮回 一皇大帝 好几任的一皇大帝 都下了地狱而二轨道 佛陀都把这个原因讲出来 他造了什么善业 所以他做一皇大帝 善业享受完以后 他就要堕落了 所以世间的神 天上的神 跟地方的神 其实就是包括 我们的世间神明 谁能够 让我们解脱轮回呢 他们都在生死轮回里面 终于我们能够听闻 碰到 稀有难得 佛法身三宝 依三宝是佛子行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 南无归依 依止 佛法身三宝 这样来修行 好 那当然 第八念一下 诸疾男人三图苦 恶业果报 佛所说 众使遭遇命难云 不照业是佛子行 那我们归于三宝以后 再来就一定要绝对相信 因果轮回 所以各位要读地上经 所以下地狱太痛苦了 恶鬼道 那永远没衣服穿 没东西吃 生病 没能医 畜生到 天天都在恐怖 被宰杀 要多去思维 思维除了自己 不想造这个业 也对他们生起悲心 所以 但是享受这个恶业 都是自作自受的 所以恶业果报 是佛所讲的 所以既然皈依了 纵使造欲命难云 今天如果你杀死那只老鼠 我就不杀你 我也不杀那只老鼠 你杀我是我的果报 那时候我杀死老鼠 那我要几百事受苦 所以无论如何 归三宝以后要守戒律 不要造恶业 这才是佛弟子的修行 学佛最主要是惭愧心 碰到任何逆境 都不要怪别人 怪别人会让你精神出问题 不甘愿 所以所有的错都是我们自己的错 但是各位你要发觉 错 这个恶业烦恼 也是暂时的空性 你不要太执着 你不能错错错 我发疯了 都是我的错 甚至造成自杀 你放心好了 所以万法皆空 恶业最大的好处 是可以忏悔掉 这样就好 就像垃圾 看到垃圾 扫地人真快乐 可以扫干净 扫干净 那看起来干干净净 多舒服 所以任何恶业 只要忏悔 都可以消除掉 三千年黑暗的地方 管他三千年 三十万年 点个灯 他就亮起来了 忏悔就是这个功德 特别佛力不可失忆 理佛一拜 罪灭而核杀 念佛一生 消除八十亿节 生死重罪 只要你对佛有信心 所以不怕造恶业 造恶赶快忏悔 不要再犯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恢复清静了 要来皈依三宝 不当我们皈依三宝 以后 你再来 当愿累劫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历代中亲 累劫往生眷属 夫妻子女 亲戚朋友 同来皈依 六道友情 孤魂友情 同来皈依 然后我们用菩提心 大家来做佛子 做发菩提心 承担佛陀 然后愿我们的皈依 成为代替众生皈依 我们皈依三宝有一个重点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众生 包括一只小蚂蚁被杀 都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我们皈依不是自己皈依 我们是融入于佛陀的生命 融入于三宝的身团 整个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融入于这个正面的力量 是要来帮助所有负面的力量 而不是我皈依 没有一个我 是融入于诸佛的功德海 要来帮助所有众生 这样来皈依 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有缘的 包括你对他尊敬的爱的亲 伤害他的冤 叫冤亲在主 我们都要让他皈依 来达到平等的慈悲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小药科阿包医生 武汉蒙 武汉飞龄期间 不管是轿车或自驾 都应落实车内防疫 问奖大哥要注意防疫 三步骤 第一 每天定时用西式漂白水或消除水 噴灑擦拭如手把后座荧幕等乘客常出没地方 第二出车前不忘量体温 如果有发烧呼吸道症状应该暂停出车 一级就医 第三 打开车窗 保持通风 将近密闭空间的传染机会 不管是驾驶或乘客 全程都应该佩戴口罩 如果乘客不配合